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拜一表现怎么样呢 台股是开高走低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场是下跌了10.86点 收在18221点 182有支撑 而成交量也勉强维持在2928.47亿元 那么好在今天盘中 是靠着有钢铁跟航运来撑盘 让电子跌幅小小的收链 三大法人的动向 外资开始在卖楼 终止连三买 投信则是继续继续连15买 来到买超19.93亿元 那么盘面上的重点 其实今天之所以能够只有收下跌10点而已 今天传产可以说是力大功 不管是钢铁族群全部旺起来 造纸表现也很不错 那么只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聚焦的航运 航运走了两种不同的调调 航空开始压回了 而航海则是气势旺了起来 货柜上航空下 另外还有红海三月份就要法收会了 他们集团当中开始有一些小兵 开始蠢蠢欲动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请教的是 峰沫老师 其实今天台股虽然下跌10点 虽然下跌10点 但是大家都觉得 我们台股是世界强 世界第一强 不管俄罗斯跟乌克兰 到底在那边互相贺阻来贺阻去 到底这个到底要不要打来打去 没差我们走自己的路 美股都下趴了 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 没有错 其实如果看到今天的行情 其实还是超乎市场运行的强 尤其是我认为台北股市现在的位阶 是全球最强 是 好 那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重要的重点 今天是开低走高 才下跌10点 然后收在18,200 这个是个玄机 18,000是匕首之地 站稳了 它甚至于是站在18,200 18,200上面 那表示这是非常强势的格局 再来就是量 今天量有仅仅3000亿 这样是非常好 这样是非常好的量 因为上个礼拜好不容易补量到了3000亿 那今天下跌 缩量是合理 但缩量它不是缩到2400 2600 它是来到2900多亿 那我们说其实你只要看到 今天外资上礼拜五本来就应该要卖的啦 对 它没有卖那今天它有没有卖 有啊今天卖很正常 但投信还是买嘛 继续买 我说要看投信买超会比较重要 外资它其实大买一天 隔天它很怎样 再拉高它容易出货 它做得很短 为什么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它过去这两年 在台股没赚到什么大钱 它逢高一直出托以前买的股票 去年前年加起来卖了9000多亿 那今年的话 那台北股市的一个全州MSCX 还是往下调嘛 那你还是往下调 它通常它也不会大买 所以它就只会在这边高出低进 或者是什么 看到大涨气势好 美股好的时候 它跟着买一点 美股跌它怎么样 水轻轻 你看美股是不是连续几天重错 它就看什么样 继续慢 但有关股加投信你就不用怕 那重点都来了 今天的那个船厂接办电子 钢铁造纸都很强 那运输股不同调 但我认为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电子的一个成交比重 低于40% 是 钱又再度的都被吸走了 一下子都跑光对不对 但请大家记得 历史重演 台北股市最基础最基础 能够带动台湾出口成长创新高的 都是在电子 是啊 所以反而在今天你去聚焦一些 不太受到大凡影响的电子股 我觉得那样也会不错 好 那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几天大家又被干扰了 对 拜登确信 我真的我觉得 假日时候跟一个董正事的朋友 还有研究美国股市的朋友 他们在聊 他说他看拜登这个78岁的老先生 真的有点失智 常跟演讲讲到一半就脱续 你坚信 如果都被你预测到了 这个普丁还会做吗 丁丁是个人才 人家在家里的时候说 我要接收乌冬70万的难民 乌冬为什么叛乱 他里面有轻恶的游击兵队伍 所以那边变70万难民出现 他说我们就只是军演而已 军演完我们就回部队啦 那你这边70万的难民我们接收 本来大家都想他是邪恶轴心 对不对 现在他变成正义之师 他还接收难民 所以他一直要打 我也跟大家讲 他一直要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北溪二号这个输气管 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因为美国啊 现阶段他最大的天然气买家是谁 欧元区 对 那如果你北溪二号只要正式开通 这个输气管一开通 那基本上美国要卖到欧洲的 比重会下降 因为北美比较贵嘛 对不对 还有货运 所以运费又很高 那还有风险 上礼拜我们讲那个 有一台德国的货轮 到北美的烧起来了 对 对不对 四千辆的汽车 对对对 海上失火 这个风险也大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说 这个其实还是经济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 晚上美国股市不开盘 对 但是电子盘大涨了 为什么 普京跟拜登说要见面了嘛 乌克兰总统也说尽量不要打 好 那我想 然后帅哥马克宏也来了 马克宏本来就更不想打 因为他就想买便宜的天然气嘛 现在通膨 全世界通膨这么严重 谁想买这个能源的部分买那么贵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问题已经不大 好 那回过来看 美国股市现在又岌岌可危 对啊 下趴了 你看这样子才发现台股真的是 世界强 世界第一 对 而且你看 如果你是学技术分析的 你又没有觉得 这个三尊头都完成了 对 这个好像一破的话就会怎么样 好 等比例下去 这个好大喔 那你再看这里 标准普普普版也是一座三喔 这个要是下去不得了啊 那纳斯达克更惨 这早就是一座三了M头 想打一个W底 现在很难啊 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电子股有些股票 它回得比较深的原因 来 肺磅 这个应该这么划 肺磅是一个大头 破季线直接破 季线很少看到没有撑的耶 它来到这里反弹一下 就继续哇就下来 现在季线变压力 这个如果一旦跌破 那整体的一个电子股 真的会比较弱 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到的 电子传统 电子金融传产它会轮动 那今天电子股 甚至成交比重只有不到四成 是 好 那这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操作策略的时候 要怎么样 都涉猎 你就不要专做电子 专做金融 专做传产 那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强 来 你看 这个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 这里如果跌破 那往下去找一个支撑 但上升的季线会带动 整体的行情 所以新春靠盘之后 涨了这几天 但来到这一天 我们就先率先提醒大家 对不对 对 左边的压力你先尊重 回来测试季线 不用怕 季线就是支撑上去 韩主你有沒有发现 我当时候画这条景线到现在 依然适用 不动如山 只有这两天 被市场下趴打下一下 马上又站回来 但今天还站在这条线上 表示这个真的是盘相对强 既然相对强 我们就要找个股族群了 对 上个礼拜的新闻 航运成将比重 预35% 法人又来了 量能持续扩大 对 持续扩大 这是很重要 但是你要先去留意 外资买了很多 对 外资 这个长荣买很多 洋民买很多 外海买很多 那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它到货的浪 对 因为它大买 这是上礼拜五它大买 拉出来 但是你往左边一看 这里过来是不是 这一个大套号区 对 所以今天再放浪 这是好事 有个量 这个量不错 解套 但你小心 因为外资大概明天 它冲高它就会怎么样 开始调节 好 来 再来看 这个杨明也是一样 这一天有放浪 但今天再往上涨 量有没有再增加出来 没有 相对比较弱 往左边一看 哇 一座山在这里 所以明天要不要去追 不要 这里套牢区太大了 再来看万海 今天直接留什么 上影线 上影线啊 为什么 遇到了这里了啊 这又是一个套牢区 量 更少 今天是集中火力 到哪里去了 长荣 到长荣 你看哦 三雄 只剩一雄可以拼 明天要不要追 不要追 好 那反而是你在看 今天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哇 熔眷鱼额 像长荣航 华航 鱼额好多 对不对 哇 要嘎空了 你看到嘎空你去买去追 短线上 来 像华航还好 华航是刚创高 今天有这样的消息 反而是压回 但它压回的位置 其实非常好 大约在这里 但重点是压回的时候 有没有缩量 有 有啊 它创高的时候 这里就量价背离了 量价背离压回来又缩量 明天整理一下 搞不好它马上又要往上走 好 这是我要先提醒大家 另外你看 长荣航空是从这里 我们跟大家提醒 对不对 这里是突破 上来到这里爆了巨量 压回很正常啊 压回很正常 今天有没有量缩 有 如果你是熔眷放空的 我觉得这两天是你回补的好时机 那明天会有一个现象 你要特别留意到 我刚刚讲到 货柜的航运跟航空股 他们其实是有点变成悄悄板 你涨我就休息 你休息我就涨 那到明天 你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 短线先卖出你有获利的航运 然后转进现阶段 冲高回落之后 缩量的一个航空股 我给投资朋友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策略的建议 要这么灵活 对 因为现在 真的是比较刺激 这是货柜轮 会烧起来 这四千辆的豪车 等到按的时候发现 我的车怎么只剩骨架 没关系 你没有接收之前都不算你的 但是这真的很严重 那美国本来车子就很贵 很缺 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报告的 系统电话记得吗 对 在这里 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 大的一个支撑点位来 现在来到这里之后 在季线附近这边做整理 先给大家看 新的技术形态又成型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左肩一个右肩 头肩底 这个底部又形成了 这边只要一补量出来 这大概又要往上攻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这个是我认为 鸿海集团的车用概念股 差不多有人要开始发动 今天其实在盘中有好几档 车用的概念股转强 像有小茂连支撑的红硕 公道掌停板 还爆量 过去没有量 现在爆量 爆量都不要追 爆量都不追 那你去注意到 像浦城这家公司 这个收链三角形已经快要成型了 骨架又在基础附近 泛宏海家族的一个车用IC 只要是车用的 认证过的 它未来长线的营收成长就会非常好 因为车用只要一认证 它不是什么 三个月 五个月 一年认证好 基本上是三年到五年才会认证完成 但它是全台湾最早被车用认证过的公司 2006年就已经有认证过了 所以它在车用已经经营了非常久 再加上最近红海又到印度去 因为要干嘛 因为印度要发展电动车 红海到电动车去申请说要 他们的一个参加他们的晶片补助计划 那这个对未来来讲 整个车用的晶片就会开始发酵 而且现在的电动车 一台特斯拉最顶规的 要四千个 四千个晶片 那一般的车大概一千到两千 一千到两千 到两千 那这个量跟以前那种 一百到两百 到两百的这种 一般燃油车用的量 差别就很大 所以整理的车用IC 我觉得快要快要发酵 那这家公司6129的普城 最近我看它的一个技术形态 它已经整理到尾声 这个也是出量 就会准备发动 我觉得像这样的族群 趁着大盘 它在做轮动的时候 投资品有在操作 也要比较灵活 那车用的一个题材里面 我提供这两档个股 让投资品有可以来去做一个 操作上的参考 确实今天盘面上的焦点 当然就在航空 海运 那还有一些车用 那么这个礼拜 特别是已经礼拜一了 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 国际的财经大事 有什么重要的行事力呢 消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陈建成老师带您了解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让理财大亨来找你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刘寒竹 赶快请大家呢 记得访苗我们理财大亨的QR Code 因为呢 陈陈老师要帮我们 今天要讲的是 本周财经大事的行事力 其实呢 在我们理财大亨的赖群组里 也都会每天整理 重要的大事给你哦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来请教陈陈老师了 本周的财经大事 12345 每天都有大事 我们一往在理财大亨 礼拜一我们通常会讲一下 本周的理财大事 让大家稍微来留意一下 那这礼拜 其实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有几个 上市贵公司的法说 虽然最近的法说 感觉上这个法说行情都 鸟鸟的 对 鸟鸟的 又遇上这个 恶物的这个 这个战争的这个利空 所以大家都忘记 法说这件事情了 不过我们在这边 还是跟各位大概提一下 因为今天联发科 立志跟详索 这已经过了 那明天呢 有联勇跟志源 那联勇跟志源呢 基本上联勇 我想大家会 法轮会比较在意的是 这个驱动IC 面板驱动IC这一块 到底在今年 还有没有戏可以唱 那第二个呢 就是志源 那我想志源这一档 算是可能我们比较值得去注意的 因为志源创为这几档 这一个短线外资的最爱 也是投信一路加码的一个个股 可能大家也要想要知道说 志源在这个地方 特别他又跟成熟制成 这一块到底说 成熟制成这部分 IC代工的产能 会不会有松动 那我认为对志源的这一块 也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再来呢 除了这之外呢 礼拜二 就是明天在这个联准会的 这个理事要发表谈话 当然我们知道 过去联准会的理事 非常有谈话 很多人都会有他的声音 但是因为三月就要升息了 就是有可能要升息的 那至于联准会这个理事的 这个发表的内容 可能大家特别注意 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 三月到底要不要升息 那我讲过了 其实一月一整个月在跌的 就是跟升息的利空有关 但是过了个年 涨个一个礼拜之后 你发现那个又跑 跳出一个乌尔的这个利空 那我认为行情 总是在淬炼当中走出来的 那再来礼拜三 有一个欧元区的这个CPI 那我想这个东西 就是跟物价指数有关 那我想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 这个通膨都是很严重 那再来就是新兴的法说会 好 那我认为新兴的法说会 其实也是满重要的 因为ABF载版三雄 当然我们认为ABF载版 在过去未来的三五年 它可能还是会持续成长 那欣欣对于整个载版产业的看法 我想法轮应该也会在这个地方 多所琢磨去问一些问题 好 那礼拜四呢 有这个利基跟敦泰 好 那我想这两档 基本上都是从高点整个腰斩下来的个股 特别利基在做这个Wi-Fi的这个晶片 这一部分感觉上听说就是有掉单 那我们想这个利基的法说 还有敦泰 敦泰当然就是去看面板驱东IC 这一波的这个今年的行情 到底是怎么样 那因为其实敦泰跟天狱 敦泰完接着就天狱了 所以这礼拜我们发现都是面板 都跳出来做法说了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 这三家公司基本上去年的这个 EPS都非常漂亮 最近不是在涨航运吗 其实航运我想涨的最主要 也是低本益比 虽然现在运价还在高档 但是其实从一月到现在 这个上海集装箱 货运运价指数 其实已经逐渐在往下掉了 虽然往下掉 那运价还是高 那这些公司 后归上去还是赚钱没错 还是很赚没错 但是运价已经感觉上持续 过了这个去年10 11 12的这个 欧美购物节的旺季的话 之后这个运价 其实开始已经有你松动了 那同样的面板驱东IC 今年这礼拜既然 这个三家面板大厂 驱东IC大厂都要来做法说 那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时候 来了解一下 这个面板驱东IC 在今年的景气 到底有没有机会 延续去年的乐观 今天美股修饰 是不是稍微 刚好也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 不然再继续跌下去 争不得了 难免也会拖累到 但是我觉得 其实各位你要留意 因为每次利空来的时候 逐渐会慢慢顿化 慢慢顿化 因为其实市场感觉 你就要找消息 去让你卖股票 当你卖完之后 你又期待有好消息 让你回来把股票买回来 所以如果当利空不再跌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差不多可以准备 来摸底加码的时候 好 那台股从上礼拜五 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就是航海王这个前奏 好像开始响起了 对 我们其实在上礼拜五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跟你讲说 基本上航运类股的指数 感觉上有随时要过 这个前波高点的机会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 这个成交比重再度拉上来了 我看今天盘中 钢铁股跟这一个航运股 两个加起来的成交比重 就已经来到45%了 是的 那电子今天其实盘中 已经掉到40以下了 是的 那我们在去年 在6月 7月那时候 我们的理财大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跟各位做过一个 电子成交比重的一个均值分析 其实在过去呢 电子 蓝色这个电子 其实常态就是在70这边 是的 6 70 可是你发现最近的电子就相当弱 就是说开始就往下掉了 那在去年的这个6 7月的时候 航运整个非常的热 然后呢 电子呢 比重就往下 所以航运跟电子呢 中间就发生了黄金跟死亡交叉 对不对 可是在当下呢 我们说这个是不合理的现象 就是说就常态而言 电子还是要回到6 70 对不对 那航运呢 还是要回到这个20下 就是常态 那这一次事情又发生了 这一次又开始 黄金死亡交叉 航运往上走 电子往上走 但是请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去年要交叉这时候 就是在最热的时候 6月到7月 所以现在航运会不会过热 你自己判断 但是我认为电子的比重 不会一直都在40以下 所以你要趁乖离过大的时候 开始怎么样 我认为你应该要往上 开始来卖航运 往下来接 这个具有趋势成长题材的 电子族群这样子 所以当回到均值的时候 你的电子低接的就会赚了 那当然你也陆续在逢高 开始获利了结你手上海域股 你不要再去追高了 OK 好 再来呢 今天有一个 这个中午有个比较大的 这个关于记忆体的利通 就是利基型的 我们特别强调 利基型的低润的报价 它在第二季 有可能到顶 那理由 这又是大摩写的 那理由是大陆的藏心 它的这个 17奈米的粮率已经到40%了 所以等于说这一块产能即将释出 那第二季 它要提供DDR4的产品 另外呢 北京的造益创新也开始销售 19奈米的低润产品 所以大摩的看法就认为呢 南亚科跟利基店还有华邦店 台厂的这个利基地院 可能会受到冲击 今天华邦店的股价 南亚科的股价 相对表现就比较弱势 那另外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摩却看好什么 Night Flash的价格会在第二季 止跌回升 那群联是最大的受惠 这一块我们在上礼拜 有跟你讲过了 你看到今天台面上的威钢 石权基本上还有群联 表现相对也就是比较抗跌 当然第一个是之前的这个威藤 他们上游的还有凯霞 原料受到污染 那第二季的这个 菇有机会上涨5到10% 那另外呢 美光它也调涨了 群联也要跟进涨价15% 那群联它有80%的营收 都是来自Net Flash 所以这一块 Net Flash模组这一块 以这个威钢 石权 因为现货价在拉升 如果现货价涨 我认为模组厂会是直接受益 所以威钢跟石权这两档个股呢 你可以持续留意 今天的整个电子股也是相对比较强 那我们在这边 群联威钢跟石权这上档 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下参考 好我们来看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大摩出具的报告 当然对于Diren是一个利空冲击 那对Net Flash反而是看好 但是投资人现在在布局上 感觉好像还是在电子股的方面 因为你说刚才电子跟航运的比重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交叉嘛 刚好是可以去减转长的电子族群的好时机 那有没有特别点名哪些族群 比方说像车用 那车用有分哪些小的概念 会是投资人这时候可以去挖的标的呢 好在车用这一块呢 基本上其实你要做电子的话 我想这礼拜正好是投资 月底做账的一个季节 那基本上像投资最近积极买超的二极体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模组 这个威钢也是这两天 投资还有群联也是投资最近 积极加码个股 我认为这一块 投资在最近连买的电子股 我想你都可以稍微做一下留意 好另外我们再回到 整体的大盘的盘式来看 相信现在还是很多人手上 都有航空很舍不得下车 很舍不得下机 但是老师给手上持有航空族群的人的建议是什么 今天只是一个小幅度的拉回吗 还是说其实还有机会再继续创高 好我想航空 最主要还是在解封的这个主台上面 那我认为呢 基本上航运 后归三雄这两天如果有拉回的话 我机会 我想航运的这个资金 应该有机会再转向航空族这边来 但是现在如果还要布局钢铁 像今天钢铁开始冲起来就可能咬点来不及了 会有点最高的 好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理财大赫 每天都有新的趋势告诉你 同时要记得锁定扫描我们的QR Code 可以让你在寻找趋势的时候更有机可寻 我是哥汉竹 感谢你收看 就是独chutz 就是独 sporting naar 唳吧 medium 哪 然后 分